台灣子班碟每到春天就會往北遷徙 途中會經過雲林 而高工局也特地提早架設了防護網 要來保護子班碟 每年清明節前後 是子班碟北返繁殖的季節 今年高工局接到子碟協會告知 子班碟可能提前北返 提早在國道3號林內段架設防護網 因為台灣子班碟協會有懷念說 好像在他們從茂林那邊 好像看到子班碟已經有 大部分的少數的 已經先有遷徙的現象 所以他們就直接還給高工局 要求高工局今年再提早 來架設整個防護網 今年寒流一波波 地方民眾觀察也認為接下來一放晴 就可能看到大量子班碟過境 可能是先前 因為因應的全球地國文化 可能有一些部分 部分的一些子班碟 已經開始在遷徙了 預期子班碟提前北返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今年子班碟祭活動 也比往年提早開幕 今年的子班碟祭的活動開始 我們是定在3年22、23就開始了 為期兩週 所以今年我們把所有的包括NN 我們的生態導覽的部分 深度生態導覽的部分之外 我們也接下很多的街頭藝人 在整個我們的景點的附近 我們要讓這個藝人 跟小朋友一個互動 所以要讓給小朋友來到這裡 不只是有生態知識的 還有整個娛樂的 所以會很豐富的一個活動 今年子班碟祭將有許多兒童劇 及街頭藝人演出 甚至還有神秘快賞活動 民眾計時可以一起到林內 認識子班碟生態 聯合報 陳雅玲 雲林報導